熟悉手机圈的朋友肯定知道 高通这两年的8系产品线不仅会发一个旗舰平台 还会发一个次旗舰平台来满足主流性价比的机型 今年也不例外 除了旗舰骁龙8Elite之外 高通这次也拿出了新的次旗舰平台 骁龙8S振了4 说实话性价比机型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因为很多手机厂商会把上一代的旗舰芯片下放到这代的性价比机型上 现在还有不少骁龙8GIN3还有天玑9300的机型都来到了2000元以下 那这个新出的骁龙8S GIN4想要有竞争力的话 怎么着都得先打赢8GIN3和9300吧 到底能打赢吗 我们今天就率先拿到了高通的工程机QRD 在各家产品正式上市之前先来前瞻上手看一看吧 这次高通提供的QRD工程机依然是一个比较类似正常手机的形态 并不是大一号的那种后专机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这台QRD的外围配置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的主角大概是里面搭载的这颗新推出的骁龙8S GIN4的芯片啦 8S GIN4的CPU并没有像8ELETE那样换用自研的架构 它用的还是公版ARM的CPU架构 但是相比8GIN3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 8S GIN4采用的是一个X4超大核 加上7个A720大核的设计 是不是感觉闻所未闻? 具体来说它还是封了四个促的 一个最高3.2G的X4超大核 三个最高3G的A720 两个最高2.8G的A720 和两个最高2G的A720 保持了和以往大小核CPU类似的结构 可能对于应用调度来说会比较方便吧 而缓存配置上8M的L3相比8GIN3是要来的更少一点的 但6M的SLC是和8GIN3一样大 不过这代并没有引入像8ELETE那种共享大L2的设计 毕竟还是用的ARM公版架构吧 这颗骁龙8S GIN4的GPU也做了更新 它搭载了Adreno 825的GPU 这就意味着换了新架构了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降频的8ELETE GPU 而是在规模上相比8ELETE的Adreno 830有所缩的 有点好奇这个GPU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制造工艺用的还是8GIN3那代的台积电4nm工艺 没有跟着8ELETE升级成3nm 对于次级线定位的芯片来说也是意料之中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来跑一下能效曲线 马上就知道它表现怎么样了 首先是GB6的CPU多核能效曲线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这个8S GIN4还是有点看透的 如果是比CPU极限性能的话 它基本上火力全开就是和8GIN3差不多的水平 CPU的极限能效也是和上一代的8GIN3、9300这些老旗舰大差不差 但是只要往低频走 稍微低附在一点 它的能效就立马好起来了 中低频段的CPU能效甚至可以达到8ELETE的水平 这个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和上一代8S GIN3比那就好了太多太多了 因为8S GIN3其实并没有完全打过8GIN2 这次8S GIN4至少全程完胜8GIN3是毫无问题的了 单核性能上8S GIN4跑GB6的单核大概是跑到2260多分吧 也是和8GIN3类似的水平 这俩本来就是同一代架构自然是合情合理了 再来看看GPU的表现 从3DMark SNL的能效来看 高通基本上就是用新架构重置了一回8GIN3的GPU了 8S GIN4这颗ADRENO 825能效曲线和ADRENO 750 还有9300的ARMG720MC12都挺接近的 可能就比8GIN3的GPU能效略微强一点点吧 考虑到8ELETE的GPU提升很大 这个次旗舰还是和旗舰差得挺远的 但是和8S GIN3的GPU比几乎提升了70% 代际升级幅度相当给力 CPU、GPU能效都比8GIN3强的情况下 游戏表现是不是有点看通呢? 我们就简单在这台QRD上跑了一些游戏看看 首先原神的压力已经不算特别大了 在864P下的虚弥城跑图 这台8S GIN4的QRD 60帧跑满的整机功耗是6.3W 这个表现要略好于搭载了8GIN3的A3 Pro 略差于933平台的X100 如果是跑崩坏星雄铁道的话 在Pinoconi 755P分辨率下 8S GIN4跑30分钟平均51.5帧 整机7.5W QRD调的比较高 所以帧率上是要比A3 Pro和X100都要高一点的 但是调度刚的同时 QRD的屏幕功耗也会比较高 所以总体看下来能效也是和上一代旗舰半斤八两的水平吧 最后明朝在718P分辨率下 这台机器是30分钟平均跑到50.1帧 整机功耗7.4W 这个能效依然和8GIN3和9GIN3的机型差不太多 简单给大家前瞻了一下骁龙8S GIN4的性能和能效 由于QRD不能代表任何实际量产的机型 也就是提供一个芯片能力的参考 所以像续航和高压测试这些 我们就不在QRD上跑了 大家也要注意工程机未必和量产机一样 真正的性能排行榜这些就要等到量产机推出 我们再来看一看了 光从QRD的表现来看 骁龙8S GIN4基本上就是瞄着上一代旗舰8GIN3的位置去的 我认为竞争力如何还是要看看最终产品的价格 毕竟现在也有不少厂商拿8GIN3和9300的机器来打2000元以下的价位 竞争说实话是非常激烈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8S GIN4的商用机定价给不给力了 你觉得它卖多少钱合适呢?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觉得本期视频有用的话 一定要点赞、转发、收藏、支持我们 关注我们的频道极客观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